新疆娼吉有着大面积的天然草场 这里出产的羊肉 肉质细嫩肥瘦相宜 因此娼吉的美味一直都离不开羊肉 再加上当地颇具特色的大盘鸡 堪称一场酣畅淋漓的美味盛宴 让我们跟随总台财经节目中心 大型融媒体活动百年百成 和记者一起打卡娼吉美食 来来来 杨王子罗 杨王子罗 有三好吃的 有三好吃的 自古以来 新疆大面积的天然草场和清洁的天山水 都是当地羊肉鲜嫩可口的重要因素 新疆人也以能吃羊肉会吃羊肉而著名 手抓羊肉要选用15公斤以下的羊羔的肉 先将羊肉分解 将分解好的羊肉放入大锅内 加入慢过羊肉的水 准备花椒 草果 冰箱 茴香等17种调味料 用纱布包好后放入锅内 加入少许盐 大火烧开后舀去浮沫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小火炖煮 热气腾腾的手抓羊肉就出锅了 分解成小块后装盘 撒盐放入洋葱片 一道美味佳肴就完成了 如果说羊肉在新疆风行 与独特的物产有关 那么 鸡肉美食的五花八门 与美不胜收就彻底显示出 新疆人的爱吃 好吃和会吃 大盘鸡和皮带面的组合 各种口味完美融合 让味蕾得到充分的满足和享受 大块的鸡肉 大块的土豆 大块的辣椒 大块的葱段 大大的盘子 这些大展示出了新疆人的豪爽与热情 大盘鸡的灵魂伴侣皮带面 它爽滑又筋道 被鲜美的汤汁浸润 被鲜亮的颜色点缀 正如新疆诗人沈伟所说 在西域粗粒坚硬的外表下 一定藏着一个阴柔 温暖 细腻的心 这里是新疆 有香飘万里的瓜果 也有熟也熟不完的美味 生生不息 都是新疆